如果江业有前传,江业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? 事件十二,连生大师的横空出世,大约六七十年前,连生出身宋国世家大族,因半连而生,故取名连生,一生经历,精彩绝艳。 先后成为佛宗山门护法,西陵才觉大神观,魔宗大记者,学跨道佛魔,号称成佛成魔和入道,都在一年间。 连生自始之中的目标都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,打破浩天圈养世间修行者的规则,为此他做了很多有为天道的事情。 他之所以如此疯狂,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错的,正所谓西方有连,偏然坠落世间,自生三十二半,半半不同,各为世界。 却不知为何世人总要以一半之美赴全连之行。 事件十三,柯浩然的横空出世,大约四十年前,夫子一个偶然发现了绝世天才柯浩然,夫子想要收他为徒,结果却遭到对方的拒绝。 夫子为了让他在修道之路上,少走一些弯路,于是提出要代师收徒,将柯浩然收为师弟。 柯浩然在夫子的指点下修为突飞猛进,仅在动旋境界时,就轻松斩杀道门之命净修时,在世间出尽了风头。 事件十四,夫子收李曼曼与君墨为徒,大约三四十年前,柯浩然的成长速度太快,引来了夫子的担忧。 夫子想多找一些人一起探索浩天世界的秘密,后来他在一个小镇上看见了李曼曼,不久又在一个小镇上收了君墨。 事件十五,烂科四,于兰慧,大约二十年前,柯浩然和连生原本是一对好朋友,两人都是精彩绝艳之辈。 虽然连生也干过很多大事,但世间之人把所有的掌声都给了柯浩然,这让连生非常嫉妒。 佛宗举办的烂科四,于兰慧会上,连生杀死了大会上的所有人,并用饕贴大法吃掉了柯浩然的未婚妻,剪笑笑。 最后将这一切嫁祸给了西陵,其目的是让柯浩然扰乱世间,然后魔宗趁机摸鱼。 如果江业有钱赚,江业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? 事件十六,柯浩然灭魔宗,求连生。 大约二十多年前,连生杀死于兰慧会上所有人,然后嫁祸给西陵的阴谋,没有骗过柯浩然。 柯浩然骑着毛驴,贺天骂地杀上魔宗山门,先是一点浩然气,破了魔宗第一任宗主设下的快蕾大阵。 然后一把金刚剑突进山门内所有高手,并在那座无字碑上刻下,疏怨柯浩然免魔宗于此。 柯浩然对连生的恨意达到极限,他以轻视为离,以剑痕为诈,用浩然气模拟出连生最擅长的繁龙大阵,将其囚禁在白骨山中数十年赎罪。 等宁缺在乳魔宗山门时,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。 事件十七,于连与熊出墨的人生第一战,猜测也是大约二十多年前,熊出墨当时还年轻, 他跟随长辈在荒原历练时遭遇到同样年轻的林雾,两人在荒原之上大大出手,熊出墨人生第一次被林雾击败,导致其小腹雪山被废不能人事。 后来回到西陵,把内心的邪恶宣泄给了年幼的叶红鱼。 事件十八,柯浩然拔剑问天,大约二十多年前,柯浩然在拜进所有上书院挑战的高手后,第二次去世间闯荡。 二次下山的柯浩然没有掩盖自己入魔的事实,他一人一驴一剑,拜进天下无数高手。 西陵见状,召告天下说,柯浩然入魔,小师叔一怒之下杀上陶山,打败了当时的西陵长教和只手冠冠主陈某。 此战导致盗门无数隐士强者进出,柯浩然被众多高手包围,境界不断突破,盗门高手或死或残。 后来他因为与夫子对这片天空产生了相同的疑问,于是选择拔剑问天,最后遭天诛而死,一带天骄,就此落幕。 如果江夜有钱传,江夜世界之前都发生了哪些大事? 事件19,夫子上陶山,斩尽满山陶花。 大约二十多年前,夫子得知柯浩然死后怒上西陵陶山,饮了两壶酒斩尽满山陶花。 盗门之手冠冠主联合悬空寺蒋经首座,一同对付夫子,结果遭到夫子暴揍,并约定除非遇到蔑视大战,否则蒋经首座不能出手。 冠主则被夫子一根木棍囚禁到了南海的岛屿上,没有夫子的允许,不准离开南海半部,这是夫子对盗门的惩罚。 此战中,盗门又有大量修行者被杀或者残废。 事件20,魔宗分崩离析,大约二十多年前,随着连生的生死,魔宗走向分崩离析,此前他曾安排圣女和无数弟子南下。 这些人被安插在世间的世俗势力和修行门派中,比如著名的大将军夏侯和大唐皇后夏天,林雾也因为修炼神秘的二十三年禅变成小女孩。 在热海之畔被夫子收为书院第三位弟子,此后在书院东窗派超了二十三年的三花小楷。 事件21,魏光明看到明王之子。 十四年前,西灵光明大神官因为看到长安城降生的黑暗,联合唐国大将军夏侯发动了灵光远灭门案与燕镜图村案。 后来灌主认为他看错而徒增杀戮,于是从南海归来将其打落武镜,并被前任裁决大神官以樊龙囚禁于陆幽阁十四年赎罪。 事件22,李曼曼修成无惧境界,大约十年前,三十岁不获戒的书院大师兄李曼曼只用了三个月就迈入洞悬,入洞悬当天傍晚,关木云入之命。 一夜越最精妙二镜,然后又三天破武镜,修成无惧镜,成为年轻一辈中第一个越武镜的修行者。 事件23,柳白横空出世,创建建阁,大约十至四十年,柳白横空出世,他先是曾倚若胜强,战胜南海剑神,获得剑圣之名,为磨炼建议亲自挑战浩天道门天才李青山,结果遭到颜色的中途拦截。 东海长地一战,柳白纵剑万里,削掉颜色袖子,而他也被颜色的凸笔服役,扫去半截眉毛。 从此,柳白悟得纵剑万里不及身前一尺的道理,事件24,宁缺出世,大约十八年前,宁缺从狱外穿越到江夜的世界,又过了四年,通义大夫,曾静和小妾,生献女儿桑桑,江夜的故事正式开启,这大概就是江夜前传的全部内容,如有一漏,欢迎留言补充。